大伯说你终于怀孕了 爸知道肯定高薪坏了 那肯定的 赶快把这个好消息告诉爸爸 走吧 爸 兔子大伯 你也回来了 是啊爸我们回来了 检查结果怎么样 爸 大伯他怀孕了 怀孕了 怀孕了好啊 以后 这家务活 都别再让大伯干了 爸就交给你干了 行 就到饭点了 大伯你想吃什么 随便吃什么都行 家常面饭就行了 爸 这样吧 我去给大伯买点营养品 好好给他补补 那行 我先去做饭 那行 我去啦大伯 我和你一起吧 大伯 你去带来卸住吧 以后啊 好好的 养胎就行了 爸去做饭去 好 柱子 爸 怎么了 你带着大伯 再到医院 检查一下吧 检查什么 上次不是约会小吗 你就检查 男孩女孩 那男孩女孩不都一样啊 爸 再说我工作这么忙 哪有时间检查啊 柱子 那不一样 那男孩 男孩能穿重接代 女孩 女孩就这个赔钱货啊 爸你说什么呢 男女都一样 都是我的孩子 我去上班了 柱子 这孩子 这么不听话 柱子 柱子 在家吗 柱子 行啊 弟妹 柱子呢 柱子刚才上边走了 是吗 还没去啊 我今天放假 哦 你这儿 恭喜啊弟妹 快生了吧 快了 再一个月那样都差不多了 那行 既然柱子不在家 那我就先走了啊 那行 那我不送你了 哦 哟 叔 媳妇 干嘛去了 我到那边地里看看 你干什么劲 我啊 我来找柱子玩呢 叔 恭喜你啊 得了一个大孙女 孙女 不是说 是个孙子的男孩吗 什么男孩啊 女儿媳妇 你看她那肚子 又肩又圆 又肩又圆 肯定是个女孩啊 你别在这瞎说 我看 就是个孙子 哼 叔 你不知道我以前干什么的吗 还不相信我的话 行了行了 不跟你说了 我走了 走了 兄弟 那我回去 问问你 爸 爸 爸 你 对你 身体怎么样 我挺好的 能吃能喝的 你 爱吃蒜的 还是爱吃辣的 我就喜欢吃辣的 这段时间 也不知道怎么了 就想吃辣的 酸的不想吃 这酸的 酸的 是真的 真的是个鸭头片子 酸的辣女 爸 要不我带你去检查检查吧 你看阿爷快升了 那行吧 反正云产期 也没几天了 那走吧 走吧 爸 你叫我上马去啊 走啊 别说废话 走 快走 快走 就在这吧 爸 白的是个家头骗子 就不要再回家了 爸 爸 我肚子 这大缝 终于被我赶出去了 唉 朱子回来了 爸 大缝呢 大缝 被我赶出去了 什么 什么 被我赶出去了 你为什么赶他出去啊 他坏得是个鸭头骗子 你在这里干嘛 爸 你糊涂吧 柱子 柱子 柱子呢 柱子上班去了 我听我媳妇说 大缝 给你家生了个大胖小子 什么大胖小子 你上次不是说是个鸭头骗子吗 叔 人有尸首 马有尸体 我上次看走眼了 我就是个干兽医的 看人有时候不准也正常 为什么我就先走了啊 那行 不行 我再找柱子来去 接大缝去 找我大孙子去 柱子 爸你干什么去啊 我去找大缝去 听希望不 他生个大胖小子 爸你看你干的好事 你还把大缝赶走 走他赶紧去接他 走吧 这个猪小文 还不回来 那孩子弄的什么样啊 天天让我一个人在家 看我回来怎么收拾他 电话 所长的电话怎么又打过来了 喂 组长 猪小文 你在哪呢 我这 我这 我这回家了 你看这已经这么晚了 回家 对啊 你现在不是一个普通员工了 你现在是副组长 你的工作很重 我那么相信你啊 你早早给我下班 组长 组长 你听我说 你看我这给其他的员工不一样 我这虽然说 想当这副组长嘛 但是我家里面还有老婆孩子 猪小文 你也知道 咱们公司新开的 金融工业特别大 好好干 以后啊 混个领导 你就轻松了 前进难点多负点责 啊 累点有什么呀 行了行了 组长 您别生气 您等一下这 今天晚上啊 这视频已经做完了 然后明天早上 我唠唠起来 早早起来 我去把去公司 把这个视频给 给处理好 明天早上 朱小文 你要是一直这个状态 我看 这个副组长 你也别干了 以后高层领导 你也不用想了 诶 诶 组 组长 组长 这都几点了 这灵灵啊 肯定等着急了 饭吃了没有啊 灵灵 朱小文 你还需要回来啊 这都几点了 说到五点下吧 你看看表 灵灵 你看这工资啊 还没有稳定 这工资刚起步 我这在里面 不是想 多挣点钱吗 少跟我说这些 那孩子也是你的呀 你说你 一天到晚呢 抱我孩子吧 孩子还那么小 你都不知道疼他 灵灵 你看我刚刚不说了嘛 那你你这以后 你让我怎么办 你说这工作 我干还是不干啊 你说你 每年起的比起早 睡的比狗还晚 钱呢 孩子也没看 钱也没挣着 你说你 两条也会一条不过 灵灵 这公司 我又不是老板 我又不是说发工资 就发工资 或者一天一节 那我这 不带到月里 才能发工资吗 我这刚上班 上的还没两个月呢 那谁发过工资啊 说来说去 还不是你自己没本事 你看人家 跟我同龄呢 人家老公什么样 你看看你自己什么样 我想丢人 灵灵 我刚刚不说了嘛 你看这公司 这不是刚刚起步吗 晋升的空间很大 我这稍微忙一点 我想抓住这个机会 往上爬 以后啊 能多赚钱知道吧 我就知道 孩子也没看 钱也没挣着啊 不要跟我说那么多废话 凉灵 獵八 听我解释啊 咧 肖魔 在家呢 在家呢 呀长得真好看 你看你这自常有了孩子 也不出门了 我都好久没见你了 我也想出去玩 你看看 有了孩子之后 哪也走不掉 有孩子怎么了 有孩子 你这小推这一推 我们这孩子都大了 都能帮你看看在门口 你看你一个人在家 你不怕得意于这儿啊 来我帮你抱抱 哎呀 说是这样说 那小孩子那么小 到哪去 拖拖拉拉 要不是男朋友都带着 带一大堆东西 麻烦死 哎呀 习惯就好了 这女人啊 都是从这个时候过来的 你看看 那小文上个班 早上去那么早 晚上那么晚才回来 也不挣个钱 那孩子吃奶粉都要钱 你说我这也出不去 指望他根本指望不上 哎呀 我这不是听说 好像这小文去的是新公司是吧 哎呀 这新公司都这样 我以前在外边上班的时候也是 新公司刚成立啊 就是有点忙 你多淡淡点 你说 我心里怎么会不清楚呢 但是 一天到晚看着孩子心里郁闷 控制不住自己 一看见他就想发火 哎呀 这 这你没事就多出去散散心 这把注意力转移转移 这样就好了 这朋友在一起 说说笑笑的 多开心啊 你这一个人整天在家妹呢 你肯定 想发火呀 不说了 心烦 你说说你家的呗 其实我家 别人强不到哪去 这不是 刚开始上班的时候 也是整天 没日没夜的加班 现在不是熬出来了吗 我刚开始啊 跟你一样 也总是抱怨 你比我好多了 我那时候一个人啊 带我闺女啊 我就一个人在家 她压根就不在家 在外地 我才辛苦呢 哎 这都 然后过来就好了 这人啊 这一辈子都这样 慢慢地过吧 是啊 这个罪啊 这女的都得 都得遭意思 其实啊 咱们在家 就应该多理解理解她 你看她一个人 在外边工作 上了一天拍 也挺累的 就在 就回到家 咱们再欺负她 就没他们的活路了 你要说欺负 怎么可能会欺负我们呢 心里面啥都知道 就是发现一下而已 也是 这人啊 反正活着就不如 不容易 我们都互相理解理解 换位思考一下就好了 你也别气了 没事 就带着孩子 出门 溜达溜达 找我妹没事聊聊天 说说话 来 心里就好了 你看你孩子多乖呀 行了 这里该中午了 我回家做饭去了 我那个该回来吃饭了 行 走了啊 你没事来找我玩啊 好的好的 哎 找个人说说 心里舒服多了 灵灵 你就回去吧 你不用送我 老公 你就家里的事 你就不要分心了 你就专心忙公司的事吧 家里我会照顾好的 灵灵 你能这样说 能这样想 我就放心了 真是感谢你 能这样包容我 你放心 以后啊 我肯定要好好干 干出个成绩 让你看看 老公 我相信你 你要加油啊 我和女儿 就指望你了 行了灵灵 你放心吧 乖乖的在家看孩子啊 我走了 行 去吧 赶紧 灵灵 灵灵 哎 你干嘛了 扫地呢 老公 孩子呢 睡着了 我趁他睡着 赶紧把家伙做一做 你今天什么事啊 那么高兴 是一个大好事 说出来 你肯定高兴 太把你嘚瑟了 快说 是不是发奖金了 我告诉你灵灵啊 我现在 不是一个 小副组长了 老板大编 给我提八成 主管了 这副组长 这工资 才几千块钱 这提到主管 一个月 一万多呢 真的老公 你这么厉害啊 我就知道你 肯定行 那你不看看 我是谁啊 对了 你不是看中 一辆车了吗 走 今天下午啊 就去付丑付 太好了老公 你今天想吃什么 给你做好的 行了 别说了 你别做了 把这点地扫了 歇一歇 歇着去 饭 我来做啊 行行行 我老公做成功了 希望我当初支持他 要不然 我现在还是个怨妇呢 说不定 好 吴